11月8日,第18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开幕式,继首映在广州梅艳芳首映里在广东艺术剧院开幕。 据介绍,今年大影展以《奋斗症青春》为主题,鼓励更多青年电影人投入影视创作当中,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发展贡献力量。 本届大影展设立了学生原创单元,包括原创剧情短片单元,原创动漫短片单元,原创电影剧本单元,原创纪录片单元,原创影评单元及原创配音单元,旨在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,为他们提供与专业电影人沟通的机会。 大影展开幕式现场,同时举办了首映在广州梅艳芳电影首映里,影片监制江志强,演员杨千华,王丹妮等主创团队亮相,分享拍摄电影的感悟与幕后故事。 影片导演梁乐明,主演古天乐,林家栋,通过现场视频连线的方式与观众互动。 据了解,电影梅艳芳以传记的脉络,讲述了香港歌坛天后梅艳芳一生的传奇经历, 这也是江志强曾经答应过梅艳芳要为她拍一部电影的承诺。 首映现场,江志强表示,希望通过电影这种形式,让梅艳芳自强、乐观、努力的精神持续传递下去,激励更多年轻人。 大学生这群众我最想面对,我自己拍这部戏,我从第一天开始拍,我都很担心一样东西, 只是懂得梅姐,或者只是听过梅姐的人,那些人通常都是上个年纪了, 所以这次有机会给我们在这里,给大学生电影剪这群年轻人看,我非常兴奋, 我很好奇他们喜不喜欢,我很期待待会和他们分享, 希望大家看完,知道有梅艳芳这个人,也都希望听一下他的功, 我们来说,希望看完这部电影,能够带给一个梅姐的精神。 主演杨千华认为,梅艳芳是一个女性的奋斗故事,很适合年轻人去分享, 她鼓励大学生要有初心,有梦想,尽管身处逆境,也要坚持充满希望。 年轻人,你们可以就是用一个女生奋斗的一个故事, 就好像你们那个,那个是去奋斗正青春,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互相鼓励,在逆境当中, 也是可以坚持自己的初心,上着自己的梦想出发, 我觉得那个未来就是美好的,希望你们会跟同学也好, 朋友也好,家人也好,一起去传承梅姐的好音乐,好作品。 杨千华接受记者采访时,回忆起梅艳芳很有感触, 当她还是新人的时候,得到过梅姐的关心和照顾。 如今,她也热衷于跟年轻艺人、导演等合作, 甚至更多的与学生交流新电影、新曲目。 每一届的新秀,不是只有我们那一届, 每一届的新秀,她觉得她很努力,有潜质的, 她都会自己带她亲自打一些节目, 可能是一个访问,可能是一个嘉宾, 或者有机会给她唱歌, 那这件事其实是传承了机会这件事, 所以她也都跟我们讲, 有能力的时候应该是帮下货业的, 因为我们才可以将我们以前的广东歌文化, 广产品文化可以一路承接下去。 所以我很喜欢跟一些新的创作歌手, 或者是幕后制作去合作, 还有新的导演, 或者是跟学生们去讨论一下, 你最后听到什么,或者看什么电影, 其实是互相交流, 因为人家都给回机会我去比较与时并进, 同步一些音乐资讯,或者电影资讯。 饰演梅艳芳的王丹依谈及此次的表演经历, 表示挑战很大, 希望不辜负创作团队, 不辜负美姐, 让更多观众了解梅艳芳。 因为当你各方面都没有经验, 也不懂, 我只得一个很努力和很真诚的心是不足够的, 我自己都知道, 所以起码有半年的时间是努力特训的, 起码六个钟以上, 我希望能够不辜负团队和不辜负梅姐, 希望能够引领大家去了解梅姐的故事。 据悉, 广州大学生电影展以大学生办、 大学生看、大学生拍、 大学生评为原则, 促进大学生电影文化交流与碰撞。 大学生电影文化交流与碰撞